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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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一個全台走投投 深入體驗在地客裝文化的背包客 今天我來到了以甘菊聞名全台的 新埔客家莊 仕途老馬說 這裡有在別的客家莊 吃不到的金菊冰棒 原來這個吉雷它可以做冰棒 我第一次聽過耶 那它這邊是有材料可以看得到 做這個冰棒的材料 剛好這個季節有 好啊 這就是我們客家莊的三級 我們把這顆橘子剝開來 要剝皮 那是用機器剝嗎 不是 我用手剝 這邊這麼多顆 後面那麼多顆 對 都沒有機器喔 全部都是用手 對 剝一顆剝 想要品嘗到美味的冰棒 當然要先付出一些代價 那通常做這個是要用它的皮 還是用它的肉 肉跟皮都要 要先分開來 可是都要用 對… 皮呢 你看很光滑嘛 很油脂 它的色味 吃起來很色啊 咬不下去啊 所以要把它去色 原來要先煮過 然後才會把苦味跟色味去掉 對… 所以現在它這個皮是苦苦的 對… 如果不相信可以試試看 好… 我咬一口看看 不要吞下去喔 不要吞下去 這生皮啊 那裡面吐掉沒關係 這生皮 真的滿苦的 你才可以吃下去 煮熟之後 它才沒有那個色味跟苦味 對… 之後呢 我們用鹽巴把它醃製起來 喔… 原來金菊冰棒的做法 與製作荊棘醬差不多 都先將果肉及果皮分開處理 然後再分別加入糖跟鹽 再混合煮熟 其實認真看 還是有很多果肉耶 對… 果皮果肉啊 對… 小小細細的 對… 好… 冰棒先幫我擦力 好 阿婆盯著你看 有沒有擦正 有 我先… 我先把它放進去之後 然後我再把它調整 可以… 老闆的阿婆 一直站在面前督促我 似乎是擔心我會出錯 可以…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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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老闆我可以試吃一吃看看嗎 可以… 嚐嚐看 你剛才所… 經歷過吃 好 我自己做的 對…試試看一下 喔… 好喜歡這個味道喔 就這樣 我在新埔這個 以柑橘聞名台灣的客裝 吃到生平第一支 緊急冰棒